中国一季度GDP增长4.5% 今日中国统计局披露了一季度经济 工业楼市等相关数据 整体来看表现都还不错 一季度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1万4922亿元 同比增长5.8% 上年四季度为下降2.7% 一季度全国固定资产投资 10万7282亿元 同比增长5.1% 与上年全年持平 从总体数据上看 似乎表现不错 这也为今年的经济复苏创造了一个开门红 但有些数据也透露出对后市的不确定性 比如固定投资的增速开始向下 从数据来看 一季度固定投资方面 国有控国增速10% 但民间投资增速只有0.6% 这说明当前的投资依然已扬起国企推动 而民企没有什么投资意向 说白了 对之后经济复苏信心还没回归 另外房地产的投资也在下跌 房屋开工同比增长下滑 个人按揭贷款也在下滑 说明房企不拿地 居民不买房 可楼市二到三月份很明显比去年要好 为什么是这个数据 和我之前预测的一样 很多人因为在高位买房 房贷利率站在高位 于是想通过卖房换一手来降低房贷利率 从一季度公布的各项数据来看 今年仍然需要更强劲的政策来刺激经济回暖 前段时间 无锡 厦门 南昌 南京都寄出了棚改政策 用房票替换现金的方式 鼓励大家去买房 如果接下来楼市还未有大起色 经济还没亮眼数据 那二季度应该会有更猛烈的政策 总之 楼市不暖 政策不停 苏州发布新政 省内有房不算满五为一 苏州突发二手房交易新政 满五为一的认定要求变了 只要在江苏省内有其他房 房子就不算满五为一 湖江区一直都实行江苏省内房产联网 只是此前满五为一认定范围是苏州大市 现在系统更加透明化 认定范围是江苏全省 此外交易时如果是唯一住房 房东还需要到房产交易中心签署承诺协议 承诺是江苏省内唯一住房 园区经过核实后回变 证实了园区江苏省内房产联网的消息 可是按照省内范围认定 古苏区一直都是全省联网 但是之前只认定苏州范围内的房产情况 现在开始严格按照规定执行 无中区已联网 可是按照省内范围认定 向城区暂时不变 按照原来的执行 有变化会另行通知 高新区暂时没收到通知 还需再确认 这是什么操作 全国楼市宽松 苏州却走起了逆向收紧政策 苏州税务局回复 房管交易中心有系统可以查询家庭名下房源 如果查询机构和省内联网 能查到名下有多套房子就不是满物唯一 换言之 只要联网了 你哪怕在苏州只有一套房 可你在省内也有房 这套房子就不算唯一 不唯一的房子会多一个个税 一般百分之一普宅 这会加大了房产的交易成本 去年 其实就爆出消息说江苏要实行联网 江苏省内名下有商品房的 将累计套次 省内购房信息将联网更新 目前暂时无法得知这个动作只是江苏执行 还是更多省份执行 甚至有没有进一步的可能 从试点再到全国联网 一旦如此 杀伤力度还是很大的 再猜测一下 这是不是为了收房地产税 做好前期工作准备 先静观其变吧 如果江苏执行 给的建议就是大家可以跨省投资 鸡蛋不要放在一个篮子里 站在全国范围内去做顶层的投资思维